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俊业在车中不停挥手 点头 以肢体语言传达谢意 礼貌满点的他接下来将展开自主健康管理 也将造访拜会大S的亲朋好友 小两口自从宣布结婚后也攻占韩媒版面 聚俊业被形容是台湾国民女婿 联大S与S妈母女冷战内容都让南韩媒体争相报道 甚至一度登上Never娱乐新闻热门榜 标题更写下聚俊业都飞去台湾了 徐熙园母剧见面等字眼 更形容不仅结婚有如偶像剧 连见岳母也很戏剧性 不过 其中一间韩媒日间体育却自称引述多间台媒报道 聚俊业将在下周与徐熙园举行共同记者会 将亲自说明小两口决定重逢 结婚理由 以及台湾受到粉丝热情接待等问题 不过此消息究竟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对此 大S经纪人表示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目前没有特别要召开记者会的规划 真心不晓得还没说 下周要召开记者会这消息从何而来 另外 关于大S与聚俊业时隔20年终于再次聚首 大S经纪人说 两人心情肯定百感交集 无法言喻 就跟所有相恋中的情侣 夫妻一样 两人会好好珍惜接下来相处的时光 回归正常的生活 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跟你我没有两样 就不要占用太多公共资源与媒体篇幅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 此外 姐夫聚聚业一出关 小S立马在社群网站线上一舞 姐夫 小姨子以这支舞欢迎你 她看起来像是戴上蕴帽并配上夸张舞蹈动作 看似在模仿剧俊业 网友笑称好想知道姐夫反应 小S最后憋笑失败 还忍不住直呼大S有可能会杀死她 但话锋一转 她还是想向子子喊话 子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反正你们都已经那个了 结婚 事后看到有粉丝 好奇她是否有喝酒时 她亲自出面解释 清醒哦 事实上 日前被问到妈妈和子子现在的关系时 小S表示之前刚好错过母女四人的聚餐 但妈妈当天有和两的子子一起吃饭 既然能同桌用餐 她猜想现在应该已经破冰了 毕竟母女之间感情非常好 身为妈妈当然会有她的担忧 但她毕竟还是爱女儿的 所以吵架不可能会撑多久的呀 此外 小S也坦言相当期待看到聚俊夜 但得知这阵子有很多粉丝送食物给子夫吃时 她就希望大S转达子夫不要吃太多 但子子回嘴你也管太多了吧 她笑说 子子还因此和她发了脾气 聚俊夜再次获得新闻热度 过去英勇世纪也被重新报道 原来她曾经在活动上出手救人 聚俊夜2008年以DJ身份在汽车品牌发表会上表演 当时多名韩星出席赏车 包括郑宇盛 李正仔 孔小镇等艺人 但活动进行到一半 贵宾席突然坍塌 部分来宾如张根硕直接跟着跌下 聚俊夜见状立刻跳进她县处 徒手抬起破裂的地板 协助陷落的人顺利离开 现场多名工作人员根据俊夜一起合作救人 发声证实聚俊夜挺身而出 工作人员非常感谢聚俊夜大力相助 直说多亏有她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现场跌倒的艺人们也只有三人轻微擦伤 所有人最后接平安离场 聚俊夜的经纪公司事后表示 不知道这件事会在网络上传开 聚俊夜觉得很不好意思 她在现场其实同样受到轻伤 接受还没访问时 坦言自己脚下也踩空 一度以为我要死了吗 但意外发生 当下她直觉反应要先救人 所以才赶紧撑住地板拉人离开 聚俊夜谦称 过去酷龙表演时 时常遇到舞台破裂 滑倒等意外 所以才能快速做出反应 关于聚俊夜与大S 为何会突然决定结婚 聚俊夜曾发文透露 她得知大S离婚后 立即通过20年前的电话号码联系女方 为了不再浪费彼此的时间 她提议结婚并一同生活 大S同意了 随后 大S转发此文证实与聚俊夜结婚 据大S的经纪人透露 两人复合的原因是离婚后 南方主动关心 他们当年交往过 有一定熟悉度 加上疫情严重 两人都觉得要珍惜当下 才做此决定 韩国媒体报道 聚俊夜与大S月初 在韩国完成结婚登记 但大S没有到现场 她快递了自己的文件过去完成手续 聚俊夜很快会飞到中国台湾和大S见面 并在当地完成结婚手续 台媒查证发现 大S与聚俊夜 一直都是通过电话与视频交流 因为疫情原因 两人交往几个月至今没有见面 大S答应结婚 也是在连线中聚俊夜的提议 我们成为一家人好吗 在听到大S的离婚消息 聚俊夜先鼓起勇气 打了第一通电话 她接受韩媒访问 回忆起当下心情 还在焦虑她会不会接电话 她很高兴地回应我了 一听到她的声音 就像是回到20年前一样 就这样联络了几个月 我真的很想要见她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不是家人就不能入境台湾 我只能在原地交集 据悉 酷龙是韩国跳舞偶像始祖团体 1997年红遍亚洲 歌曲被徐怀玉 杜德伟等人翻唱 1998年 酷龙到台湾演出 聚俊夜与大S一见钟情 两人随即陷入了热恋 当时他们爱得痴缠 在媒体面前以外套绑紧共舞 足见大S对这段恋情的疯狂 不过 两人相恋一年期间 身为偶像的聚俊夜 始终不愿意承认恋情 并大S绝望提出分手 对于自己不承认恋情导致分手 聚俊夜表示 其实他也很无奈 因为公司有尖爱令 他被迫失去女友 大S曾为聚俊夜在脚踝撕了九字 聚俊夜承认却有歧视 酒和我的姓氏聚同音 他不懂韩文 才会弄错 酷龙组合红极一时 但成员将原来在2000年发生车祸 导致下半身瘫痪 酷龙的人气跟着走下坡 聚俊夜从歌手转行成为DJ 他以DJQ的一名在夜店工作 韩媒指他身家大概有150万美元 与大S的过亿身家有一定差距 另外 聚俊夜常常在夜店工作 因此被韩国警方列入过 稀释为禁品嫌犯 聚俊夜不甘受辱 多次控告污蔑他的媒体 并向警方提出抗议 与大S分手后 聚俊夜再也没有传出圈中恋情 2019年他参加恋爱真人秀 恋爱之位 原本他和一名素人素配成功 但后来还是告吹收场 聚俊夜在节目中 承认自己的感情态度不妥当 我是一个懦夫 并透露自己 对一段20多年前的感情念念不忘 当时就有观众在弹幕写上 大S的名字 聚俊夜曾在访问中透露 我还没结婚的理由 不是因为工作忙 老实说 是因为我的人生很坎坷 如果找到能够理解 我的过去的女生 我希望赶快结婚 聚俊夜从事业高峰滑落后 一度很落魄 曾在韩国东大门开店卖衣服 店面只有6平方米 但他没有灰心 还笑颜 自己不去店里时生议会比较好 因为很多客人看到他在 都不敢进门 面对大S再婚 前夫汪小飞也发文祝福 有网友抨击他与张颖颖的恋情是婚内出轨 张颖颖则在11日出面切割汪小飞 在汪小飞现身直播带货时 网友们留言区疯狂问大S结婚的事情 还有网友 算他开直播带货是为了蹭热度 而他的回应也让许多网友跌破眼镜 画面中汪小飞看起来相当疲惫 憔悴 而且连胡子也没刮 有眼尖网友更发现他似乎是喝了酒才上直播 他则透露刚好休假不想刮胡子 坦言自己形象没有外界想象中来的斯文 私底下还是有不修边幅的时候 笑称自己是个北京爷们 此外 他也意外透露自己还有点社交恐惧症 并不断叹气 男人对女人要靠行动 不能靠嘴巴 两人之间相处 很多东西很难两全其美化中似乎有话 但他最后则强调要网友们别乱猜测这段话 有网友还对汪小飞的母亲张兰说 孙儿要变成韩国人了 张兰淡定回应 你比兰子都操心 谢谢你了 我的孙儿们成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承认就行 成为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就行 对于外界关心大S在婚后 汪小飞是否会考虑把儿女接到对岸照顾 张兰也以单亲妈妈的身份说出心声 直言如果你婆婆把孩子强行拿走了 你愿意吗 你是亲妈妈 咱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 也别那个评论啊 咱们就说 如果你 如果你的孩子 我生生地把他从你身边带走了 远隔千山万水 你愿意吗 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 好吗 过去张兰在儿子与大S离婚后 被问及相关问题 皆以高EQ应对 但近日她在直播时 又被网友提醒 大S和聚俊夜团圆洞房 突然冒出一句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 亦有所指让网友大吃一惊 纷纷回墙 让她赶紧打圆肠补充日子 每天过得有滋有味就行了 另外被问及 今晚汪小飞失眠了吧 张兰也表示 小飞失眠了 谁都会失眠的 别失忆就行 这都是经历 都得挺过去 如今 俱俊夜与大S这一对新婚夫妻 在历经波折后 已经重聚 不知分开二十年后的他们以夫妻的身份 首次见面会如何相处呢 祝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也希望大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